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堡垒 那么今天的台北股市 跟昨天是完全不一样 昨天的台北股市在尾盘 二十几分钟狂杀了200多点 当然大家都知道什么原因 我觉得投资朋友你太恐慌了 就因为台湾的本土零确诊案例 破功253天 然后大家就乱杀股票 而最重要是什么 我一直告诉各位 如果你是看钢铁航运长去追 那很有可能昨天你都受伤了 那昨天在尾盘击杀的时候 就把资金又跑到防疫类股 但是上尾一直告诉过一件事情 有没有 这个礼拜一也好 这个礼拜二也好 甚至上个礼拜五 我就提醒各位 如果台北股市要续创历史新高 要去供一万五要靠电子股 所以当电子股回到55%以下 还有一天回到50%以下 我说你要把握良机 赶快来买你的年终奖金 赶快来买你的过年红包 我帮你准备好的 一档五十几块 一档三十几块了 有没有 都是电子股 结果各位你看到什么 哇那是轮流飙涨停 好今天上午要跟你讲什么 今天上午要把年终奖金公布答案 然后我再找一档 因为剩六个交易日 2020年就结束了 2021年的抢头香大标股 你自己为自己抢头香吧 这是昨天 我是不是公布了天狱第二 对啊老师昨天好可怕 尾盘崩200多点 结果你的天狱第二的红字还供到涨停 今天又创新高 然后我昨天告诉你 年终奖金是最后买点 果然今天是最后买点 今天买完又蹦又飙涨停了 昨天讲的话 我今天可以公布给你看 你会吓一跳 老师怎么会这样 然后礼拜一 我是不是告诉你赶快赶快 把握电子股比重当到55%以下 赶快布局年终奖金过年红包 把握良机赶快上车 然后这是上礼拜五 有没有 我说你错过了天狱12分128% 我决定再创波乱新高 这个你都不用追 我给你天狱第二 所以昨天上围就把他公布答案了 没错吧 是吧 老师天狱第二到底是谁 那我昨天是不是公布答案 我先让你来欣赏这段VCR 我们就陆续追踪来 请看VCR 天狱第二 请问是不是他 是不是 你刚刚看到是不是 我还没公布嘛 对不对 然后我现在直接让你看答案 本来是盖住的嘛 然后呢 当时在这里 然后慢慢看 慢慢看 然后你看 当天收331 然后昨天 昨天就开始动了 对不对 我告诉你说 昨天更明显了 因为三线纠结往上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继续看 礼拜五 是不是开始布局 新会员继续买331 有没有 然后呢 你再看昨天 各位 昨天 涨1块8 好 重点在今天 我说今天 快的话今天喷嘛 对不对 快的话今天喷 你看今天9点02分 我再买 老师啊 完了啦 今天大盘崩盘 跌207点呢 不好意思 说买就是要买 因为我说 快的话今天会喷啊 所以一定要买啊 9点02分就会买在这里 有没有看 9点02分 你就买在这里 35.2 35.15 35.25 就买在这附近 然后买完会怎么样 老师真的会喷 老师你说他真的会喷吗 大盘跌200多点呢 来请看 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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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喷涨停啦 我不是给你一堆股票 我就给你这档股票天狱第二 就这一档 同志们当你看完 昨天我公布答案的 天狱第二叫红质 然后你看从上个礼拜五 到今天是礼拜三 然后你自己看 在还没起涨前 我告诉你赶快来 我说三线即将纠结 就会像当时的天狱一样 有没有 然后我一样买给你看 当时在32.85 然后上个礼拜五 收盘收331 有没有 收331 一样买 一样买 你来找我就是带你买 然后你再看 昨天礼拜一 上涨5%多了 礼拜二昨天来找我的新朋友 我说赶快买 有没有 9.02分 你可以买在35.25 35.2 35.15 大概在35.2左右 买完怎么样 棒涨停 可是各位 昨天台北股是跌200多点 然后你再看 到了今天 昨天涨停有打开 虽然跌了200多点 它打开 还是涨8%多 然后你看今天 各位 你看今天它怎么走 来各位 今天的它 再创新高来到39.95 你自己看 这短短三天几% 短短三天又超过20% 什么概念 你每100万就多20万了 三天 说到做到 这是你的过年红包 好 再来昨天 昨天更可爱是什么 哇 老师昨天击杀 200多点 我说太漂亮了 为什么太漂亮了 因为 你如果之前没有做到通家的 你之前没有做到尾全垫的 昨天那个击杀 我说那个尾盘的买点浮现 有没有 来 昨天 昨天这个击杀这个点 不管是通家 还是 各位 还是尾全垫 还是尾全垫 我说第一波你没做到 我买47.55 我买516 我买52 你就知道 结果标了40% 我说你不要追哦 等它拉回 那等它拉回之后呢 昨天正式跟你宣告 第二次买点到了 尾全垫也是 我买39 我买42.35 大家都知道 你可以上YouTube去查 结果涨了36.7% 我说你不要追了 不要追我的股票 等它拉回 那如果呢 昨天拉回到这个价格 我说买点到了 老师真的吗 你昨天有直接明讲吗 昨天杀200多点 你敢说它买点到了 你不怕它今天再杀下去 那昨天上回怎么讲的 来 请看 好 那再来 来 各位 老师 你的通家尾全垫 今天也很可惜的 你看 冲上去 而且打到盘下 好 各位 通家我买哪里 你都知道 我们快速来讲 上回买哪里 47.55的嘛 对不对 然后呢 51652 买完之后 是不是连续标 标了30% 我告诉你不要追 我今天要给你看的重点 在这里啦 都是起张点带你买 然后高点告诉你 不能追 对不对 我现在要告诉你是拉回之后的第二次买点要浮现 来注意看喔 今天通家的买点来了喔 昨天是不是告诉你拉回量说是在找买点喔 你看今天冲上去打回来 我直接跟你确认 买点到了 买点到了 好不好 不信你等着看喔 再来 尾全垫 也是啊 39块买完之后发生什么事 老师 42.35再买 然后呢 开始涨停 再涨停 然后再创高 各位 再创高 我说不要乱追 有没有 不要乱追 等它拉回 等它拉回 是不是昨天告诉你 找买点 来 今天跟你确认一下 买点到了 今天这个地方买点到了 老师凭什么 回到月线了 你终于可以买了 回到月线附近了 你可以买了 你错过了这个点 涨了这么多 我说你不要追 拉回来这里可以买 买点 第二次买点到了 我直接明讲 好不好 同志们啊 这次昨天VCL 我讲得很清楚吧 哇 你都敢讲明天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你都敢讲说什么 天余第二 明天会喷 还昨天还真的喷涨停 对不对 那昨天我还跟你讲 年终奖金 你最后买点 你再不买 今天喷给你看 你会吓一跳 我都跟你讲未来 那昨天是不是跟你直接明讲 通家 伪权店的第二次买点到了 那前面厚厚一叠证据 我都懒得讲了 我们就来讲 昨天我讲的话 昨天 我是不是说来到月线 第二次买点可以到了 第一次你没有错 你错过了嘛 第二次买点真的到了吗 这是不是你刚才看到VCR 我说买点到了 老师你都不怕 昨天美股 道琼也跌200点 你看今天他怎么走 老师今天大盘小涨 然后没有量 拍摄人家也是大涨 6%多 你自己看 大涨6.28% 你一定说老师 可是大盘只有小涨45点 量剩2195亿 对不对 我说大盘归大盘 个股归个股 尤其是大盘上 我会告诉你 回到月线就是最好的买点 没错吧 你看今天台北股市 是不是有回到月线 然后再拉上去 那一样的道理啊 来 通家 昨天告诉你买点到了 如何 涨6.28% 伪权店 你错过了这一点 有没有 这一段36.78 我说昨天是不是告诉你 第二次买点到了 昨天是不是告诉你买点到了 有没有涨 你自己看嘛 有没有涨 涨4% 你会发现很神奇 老师 虽然没有涨停喔 可是我已经告诉你买点到了 你没有发觉完全照规划 然后你的过年红包 我说要喷出就喷吃 昨天跌200多点 他还要让你看到涨停 今天又创新高 好重点来了 老师 昨天你讲年终奖金最后买点 真的是最后买点吗 昨天年终奖金是不是这一档 我先让你复习这段VCR 我们再来公布答案 来请看VCR 来 这一档 没变喔 老师对 你的股票没变啊 你讲的私房标语就这一档 5G加自动化设备 加医疗加汽车 然后我在这里 51块是先布局一趟 有没有 然后呢 隔天12月17号 我又加码 我说下周渴望大涨喷出 所以呢 今天大雷207点 你可以买在哪里 各位 你不见得买得到514 可是你可以买在514 跟我加码的这个中间价格 懂我意思吗 懂我意思吗 你可能有机会买在52 53 买在这附近 很好啊 而且我说这个叫最后买点 各位 如果你再不买 我又很怕 就像今天我公布答案 红字 吓死你了 昨天参加的新会员 9点02分 收到 赶快买 买完 你知道吗 这是人生多快乐的事情 9点02分 你买在352 买完 啪啪啪啪拉涨停 然后一直锁 这是因为大盘突然跌200多点 它打开又拉回去 很快乐 上回不会给你一堆股票 一档一档来 投资朋友 当你看完这段VCR 来 我们来公布答案 来 是不是这一档 没错啦 来 先看答案是谁 你一定会吓一跳 我说你再不买 最后买点就要最后买点 4540全球传动 514买 来看答案 12月16号 12月17号 是不是 赶快加码 下周 下周就是本周 老师盘这么烂 你都讲未来 好来看今天 今天 最刺激是今天 这是今天 昨天是不是告诉你 你最后买点 所以今天一定要买啊 你今天再不买就没啦 来注意看 新会员手中没有的 请把握最后买点 昨天是不是告诉我 年终奖金最后买点 所以我就直接告诉会员 年终奖金4540全球传动 新会员手中没有的 请把握最后买点 请市价买进建立基本多单 你会买在这里 你会买在这里 不是带你去追涨停 结果会这样 梦 涨停 今天最低532 你会买在539 买完棒 涨停584 老师 今天大盘是上涨 量缩哦 但是你的股票 又是放量供涨停啊 来到缩盘也是这样 锁得实实的 你看9点半是不是很好的买点 是不是 如假包换啊 所以上围告诉各位 你不能够再考验上围了 我不怕你验证 我怕你没赚到 前天告诉你 红字不买 你就会错失买点 他就喷出 昨天就喷涨停 今天创新高 昨天告诉你 你的年终奖金最后买点再不买 今天又喷了涨停 那怎么办 我请问各位你怎么办 我已经公开了你不用追 所以上围为什么今天要帮你准备这一档 2021年的抢头箱大表股 各位这种股票越来越少了 要有产业基本面要好 又要从底部开始起涨 否则你现在一定会怕 老师14000多点 你们当然怕啊 稍微一个风吹草动就吓死人了 对不对 可是这种股票越来越少了 各位 我已经给你年终奖金 我也给你过年红包啦 那这一档抢头箱大表股 你不要再错过啦 因为现在到农历年 各位农历年是2月份 明年的1月份 元月效应 一直到农历年前 所以为什么上回说 我把我的私房标股拿出来给你 好不好 它叫做2021年的抢头箱大表股 各位在6个交易日今年结束了 我希望你赶快拥有它 到了2021年 你又可以享受的是什么 哇老师法人帮我们抬轿好爽哦 对不对 你有买到红制的 你有买到全球传动的 包括你有买到伪权店 买到通家的 请你告诉我 现在是不是全市场在帮你抬轿 很爽啊 那你都错过了你怎么办 不要再验证了 赶快付出行动 赶快把握 私房标股充斥班 专人倾贷使命必达 来买2021年的抢头箱大标股 利用中场休息时间电话拨通 赶快跟上脚步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休息片刻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亚洲投顾 民国76年成立 社场唯一的老字号 人才多 专业多 经验多 三多 营造获利 三多 创造财富 股票起货的专家 多空操作的赢家 亚洲投顾就是你家 有家的温暖 0800-370-888 0800-370-888 亚洲投顾 真心照顾 欢迎今天回到我现场 当然如果你是上位的忠实观众 你还没有扫描QR Code 赶快扫描 尤其要加入TG 我说过从盘前到盘中到盘后 每一个时段 每一个影片 你都不会漏视 手机在手随时可以看 好 看上位测标 老师按你的金相光呢 我相信各位你自己上YouTube看吧 我说回测仅限119 你就买起来 等着收钱 有没有 前几天讲的话 来 老师按你的焊训呢 老师 焊训今天涨停了 我还不想讲 我是不是告诉各位什么 等它20分钟解禁后 你再看一四二会不会过 老师快了快了 就差10块 对不对 如果上位没有记错 明天是20分钟一盘的最后一天 后天就解禁了 你再看一四二会不会过 好吧 反正你都知道我买哪里 我买哪里 54块半 73块1 波段单大赚一倍多 我就一样不卖 老师为什么你不卖 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不卖 我说过这种股票啊 会让你赚很多的 这种股票让你赚很多的 来各位 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 这种股票会让你赚很多的 还没到 还没到 知道吗 1比1等距离涨幅最少满出去 还没有到 然后量是架了先行指标 你光看这个量 这个量 已经大于这里的量 那代表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 你可以赚一倍两倍的股票 你要赚赚啊 我知道他背20分钟一盘啊 所以善维斯告诉你 忍他让他不要理他 等他20分钟再解禁之后 你再看他 142会不会过 是吗 各位 有印象哦 我动不动就提醒你嘛 对不对 全球传动了 老师好厉害啊 你的年终奖金 最后买点今天真的 就这样涨停 对不对 然后通家 昨天告诉你 买点到 第二次买点到 你自己看嘛 骗得了人吗 真的涨6% 你说买点到了 第二次买点 你第一次错失了这一段 第二次咧 对不对 尾全店 是不是 第二次买点到了 第一段你错过了36% 第二段咧 有买的我恭喜你 因为尚维斯明讲的 我是直接讲的 对不对 然后告诉你 年终奖金今天是最后买点 就是最后买点 买完就这样 就涨停 红字咧 昨天涨停 今天咧 你短短三天 又飙20%给你了 各位你看一下 尚维讲的股票 是不是摊在阳光底下 每一档都给你验证 金像光 汉讯 全球传斗 通家 维权店 红字 各位 这些都还在报牢继续赚 有的是要赚大波段的 但是尚未说过 我公开的股票 你不用再帮我抬轿 你抬不了轿 你跟我的成本不一样 那你的年终奖金 你的过年红包 我都公开了 而且是 在你认为最难操作的时候 是吧 对啊 老师 这个盘好难做喔 那个族群轮涨轮动好快喔 前几天 钢铁航运很强 你一去追航运 昨天就扒下去了 对不对 只有老师你的股票你都敢公开 而且全部是电子股 我说选股战胜一切啊 尤其电子股 有档到50%以下 有一天档到55%以下 有一天档到50%以下 我说这个是把握良机 赶快啊 赶快买你的年终奖金 赶快买你的过年红包 结果怎么样 两档 涨停 创新高 然后今天年终奖金 最后买点麻烦 涨停 明天当然是创新高啊 因为他今天涨停 就已经再创新高了啊 对不对 你会发觉老师 对啊 大盘在这里 好怕他做M头 我说不用怕 月线顶住 对不对 你看到大盘这样 你觉得很难做 可是你告诉我 为什么他可以先标40% 然后现在第二次买点 我也告诉你 这个先标36.7% 第二次买点 我也告诉你 然后这个 今天最后买点 我也告诉你 买完就标涨停 这个也是 买完之后涨5% 冲到涨停 虽然昨天涨停有打开 今天又创新高 你不发觉很神奇吗 老师为什么每一档 你叫他走就走 你叫他标就标 你说最后买点 就最后买点啊 因为我说过了 每一档股票 会走他自己的路 上尾选股很用心的啊 否则你选给我做 你来告诉我 哪一档股票明天会标 很难耶 你没有看到上尾怎么选 背后付出了多少心血 所以我在节目中直接明讲 有没有 包括昨天跟你明讲 通家委权店买点到了 对不对 昨天告诉你年终奖金 最后买点 今天棒涨停 前天告诉你 过年红包 天狱第二 最后买点 你不买就喷了 结果昨天棒涨停 每一档都这样啊 那你现在怎么办 你现在要买这一档 好不好 为自己抢头箱 上尾再把我的私房标股 拿出来给你 好不好 各位 这种好股票 还在底部的不多 真的不多 不会超过五档 那这一档我先拿出来 这一档先让你帮自己抢头箱 你买得起好不好 中低价位的股票 所以赶快把握私房标股充斥班 专门清贷 使命必达 来为自己抢头箱 2021年的抢头箱大标股 你一定要拥有 也祝各位操盘顺利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本投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小姐 ap 标准 估计 欢극 p monetary